大家好,我是Frank 你眼前见到这些鱼正在发光 它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发光鱼类 灯加雕 这是我之前养到的 它们的发光非常的强烈 等到夜晚的时候 它们就会打开发光器 开始寻找食物 而这个发光器就相当于 它们的探照灯、手电筒 它们依靠微弱的光 寻找黑夜中的食物 但是如果它们的发光器不亮了 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晚上走路 你没有手电筒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就遇到了 买了鱼场几条特价的灯加雕 然后我还心想还挺便宜 不过拿来一看 怎么有点奇怪啊 后来发现 哦,原来它发光器都不会发光了 整一条黑色的鱼 因为鱼场拿的这种鱼 通常是不喂的 而且也没东西喂 它要吃活体的康虾 所以久而久之 它发光器 发光细菌缺少营养就不亮了 好在状态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我不确定 它是食区手电筒的灯加雕 还能补食不 你看 它偶尔还是会打开一下它的发光器的 但是它发光器已经不会发光了 应该是它发光器中的发光细菌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那必须要让这个鱼吃饱 它才能给它的发光器提供营养 才能让这些发光细菌再次发光 我在缸里头喂了大量的活体康虾 但是并没有看到它们捕食 会把我把灯光关掉以后 再仔细观察一下 失去发光器的灯加雕 不知道还能不能捕捉到这些活的康虾 如果它们依旧可以捕食这些活体康虾 那么它发光器应该可以被再次点亮 而如果它们已经无法捕食了 那面对它们的将会是死亡 一会儿我就把灯全部关了 看看它们能不能开口吃食 灯加雕的饲养 你最好是养一群 你单独养一条是很难养活的 因为它们是群居一类 它们喜欢聚集在一起 它们也很胆小 如果有一群的话 是更有利于它们开口吃食的 希望把这几条小家伙养住吧 能让它们再散发出美丽的光 继续观察 保持I was Frank 感谢大家收看